他没有带过兵 也没有打过仗 却被受为开国上将 他也被称为特工之王 他曾经以敌制敌 逃脱追捕后散布消息 感激敌人将领 引起敌人内讧 他曾经万无一失 亲自检查毛主席住所 在房间一脚发现了一枚炸弹 他曾经有勇有谋 朝鲜停战谈判两年多 待病坚持谈判 临阵不换将 周总理评价他 功劳堪比一个军 他就是开国上将 李克农向将军致敬